光源社1997年成立于休斯顿 协助震灾 关怀长辈 捐助冬衣 捐助学用品 癌友关怀网 提供防癌 致癌心知 关怀癌友 鼓励癌友 同走抗癌道路 特殊需要关怀中心 帮助需要特殊关怀之儿童与青年 把欢笑带给他们 用心 用癌 关怀社区 光源社电话713-988-4724 光源社也提供儿童医疗补助计划申请协助 只要您的孩童年龄在18岁以下 定居德州 是美国公民或持有绿卡 同时符合低收入标准 都可能符合儿童医疗补助计划 详情请洽光源社 光源社特殊需要关怀中心 特别为18岁以上青年提供学习成长环境 内容有生活 职能训练 体育活动 音乐舞蹈 艺术工艺等等 欢迎参加查询电话713-988-4724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您收看光源健康原地 我是节目主持人 也是光源社的义工 Michelle Lee 李孙明美 今天在这边和您共度一个小时非常有意义 而且充满知识知识这一方面的节目 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夏日延延 在Houston特别的热 那我们就非常高兴再次请到我们在Houston这个桥界 非常热心公益 常常做volunteer的一些的演讲 来教导我们桥界的朋友一些医学的尝试 那是陈康原医师和王林博士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今天讲的主题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感兴趣的 是有关于这个维生营养素 也就是维生素或者是这个维他命 我们就台湾讲的是维他命 那我就想请教二位 现在真的是养生非常非常的流行 对不对 然后吃着食物 但是呢也有五花八门的不种的这个维生素 那我们是不是到底是应该怎么样去这个摄取这一方面 所以麻烦请两位跟我们今天提供 好问题我们看我们第一张 第一张的这个幻灯片 对我想我们最好是先从食物里面得到各式各样的营养 但是如果怕不够的时候 那就需要吃这个维生素 OK 是我们看 普通我们从前就请再做下一张 就是普通我们从前说有一个金字塔一样的嘛 对 对 那比较复杂 所以有一个现在新的观念 所以呢 刚刚陈医师讲的意思 所以他现在我们就是政府他发现 人民的健康并没有进步 他就发现这个金字塔用的一层一层的什么的太复杂了 所以现在很简的话 就是你看这个盘子 OK 我们看了 他这个盘子最绿的部分 就是蔬菜嘛 对 对蔬菜 所以绝大多数的这个我们吃的东西要是蔬菜 然后呢 要是这个金的蛋白质 就是右下方紫色的 然后杂粮就是粗粮 不是白米饭 右上角橘色的 水果你看红色的地方水果只占一小部分 OK OK 30%都不到 你看你整个的盘子 你如果对分的话应该25%嘛 所以这个是20% 所以现在人的问题就是说吃这个水果吃太多 所以果糖太多 果糖太多的时候呢 这个会出癌 同时呢 也会长腹部的肥肉 即使是自然的水果的甜分 也有这样子 因为它这个卡路里太多 所以它储藏在肝脏里面 然后就变成三肝脂油 所以就变成腹部的脂肪是很不好的 对 那么所以呢最好的 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你看那个盘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看那个右上方 刚刚回到对右上方那个蓝色的就是奶制品 就是包括优格这些 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补充我们的维生素的 诶 那怎么在外面呢 对 就是因为你平常那是喝的嘛 一个杯子 对 那所以呢 所以呢很重要的 就是像刚刚那张幻灯片讲的 那个下面讲的 幻灯片 对 你看高纤维低脂肪的饮食 是满足这个日常这个营养需要的最佳途径 就是陈医师刚刚讲的意思 对 然后呢我们再看下面 再看下面一张 对 这个RDA是美国医药协会里面他们建议的 我们要吃什么样哪些营养素 OK 是对我们有健康最有好处 对 就是说那个营养素的剂量 比方说维他命嘛 因为维他命一定要吃多少个单位 或者是多少个毫克 对 这样 那个叫RDA 就是推荐的饮食方面 所要需要的那个维生营养素的那个剂量 OK 这就是这些是这个叫做RDA 我们一定要认识这几个字 OK 然后呢我们就再去看看这个 就是说一般来讲 就是因为你从这个饮食里面吃的话 不会完全吃得到嘛 所以我们就一般是可以少少的补充一点 但是如果每天吃维他命的人成医师会怎么样 反而短命 不要吃太多 对 每天吃 就是你要吃太多的话 OK 就是你专门靠维他命 结果饮食不好 对 那更宅明 对 就是很多年以前 美国医学杂志就已经发表了一篇重量级的 那是很多年了 就在说每天吃维他命的寿命会短 后来呢又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研究报告 也是一样的 然后他们用的维他命的品牌是什么 你猜 就是用扇唇 他为什么要用扇唇呢 扇唇 就是因为扇唇是最普遍的嘛 是 说他每天吃扇唇的人 寿命反而短 当然有多重原因 真正的原因还不是那么具体化 当然可能是因为你觉得吃了维他命 所以你正常的饮食就不吃了 对不对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 身体比较差的人才去吃维他命 所以是统计素看起来 就是吸收的 对我们是建议是两样多少吃 饮食最重要 但你觉得你什么地方 营养可能不足的时候就补一点 对所以要少量 维生素是一个补充的 就是要以食物为主 维生素是我们所需要的 维生素有天然食物进来的 或者是补充剂 我们叫supplement 是可以有一点supplement 但是不能够过于重视 就是维生素是要从食物里面去摄取 如果摄取不够的时候 才用补充的维他命或者维生素来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看再下面一张 对 所以就要懂得怎么看瓶子 哎呦这个太重要了 我觉得这个看这个标签 这个label实在是 对对对 OK你看 很难figure out 这个图 那我们今天好好的来学 怎么样念read这个label 是 维他命瓶子对不对 左边上角是那个里面的小标签 OK 然后再看 你看那个瓶子前面你就看到它的这个图嘛 你把它转一下 转一下到后面 那个瓶子的后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表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学一学怎么看这个表 然后去怎么选 然后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不要以为是贵的维他命就是好的 是这样的 而且物也不是以稀为贵 对对对 金属瓶这个手势大概物以稀为贵 对 好的那我们看看来怎么样read的呢 是是我们再看下面一张 下面一张 对 OK 这张非常重要 你要第一个看 像你看它2 这上面有2 它这两个是说 它的质量是不是一个胶量 是两颗的时候 它有多少的维生素 对 所以你要看清楚 对 你看这个serving size 所谓serving size就是分量嘛 这个分量为什么这个地方叫LWV caps呢 就是这个牌子的名字 OK 就是两个capsule就是两个胶囊的 它这个用我们举的这个例子是胶囊的 所以你不要管那个LV caps 你就看那个serving size就是分量说两粒 这两粒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标签上看到的所有的这些5毫克啊 或者是1500个国际单位啊 都是两颗才会有这样的剂量 所以你如果要吃少一点剂量 你就吃一颗 OK 但是你的这个剂量 你这个所有这边的标的这个一颗 就变减半了 减半对 对 你再看它的意思就是说 比方说你看它这边写了这个 你看那个2嘛 就是我画了一个圆圈serving 就是那样的写图 那你下面 你再看下面有这个 那个 就是下面有这个叫做 比方说维他命A 它是1500个IU 对不对 对 这个就是说每两颗有1500个国际单位 international unit 但是你如果只吃一颗的话呢 就是750 所以一般来讲 比方说他做膳醇的那个 它是你每天都吃 反而寿命短 但是你也怕说 你如果不吃万一不够的话 那么你可以减半 你就吃一颗 但是你要懂得怎么看 或者就是说 你甚至可以每隔一天吃一颗 就是少少的补充 但是你还是要靠主要是靠 好的 好的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听陈康源医师和王林博士 跟我们讲 有关于这维生素的营养方面 我们马上回来 光研社1997年成立于休士顿 协助症灾 关怀长辈 捐助冬衣 捐助学用品 癌友关怀网 提供防癌 致癌心知 关怀癌友 鼓励癌友 同走抗癌道路 特殊需要关怀中心 帮助需要特殊关怀之儿童 和青年 把欢笑带给他们 用心 用爱 关怀社区 光研社电话713-988-4724 如果您年满40至64岁 低收入 没有保险 过去三年没有做过乳癌摄影 将符合免质合免质 有保险的妇女朋友 我们也可以协助您向保险公司 申请一年一次的 免费乳癌摄影检查 详情请洽光研社 光研社特殊需要关怀中心 特别为18岁以上青年提供 学习成长环境 内容有生活 职能训练 体育活动 音乐舞蹈 艺术工艺等等 欢迎参加 查询电话713-988-4724 欢迎您回来光研健康原地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的题目是讲 有关于维生营养素 请到的是陈康源医师和王林博士 在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解释维生素这个营养的成分 那我们刚刚谈到很有意思 就是怎么样来读这个 这个维生素后面的这个标签 以及它的含量 那麻烦您再继续跟我们解释 是 我们再看刚刚那一张 你看刚刚那一张 你看 比方说Total Carbohydrate 就是碳水化合物 它是一个gram 就是一个公克 所以你两颗的话就是这个牌子 这个瓶子 两颗的话就是一个公克 对 那你会说 哇 这个这么少 那个你旁边你看到那个低于1%的意思 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讲RDA吗 就是每天需要的 你当然是希望它很少嘛 你不要吃那么多碳水化合物 因为你现在这是维生营养素嘛 那么但是你看那个维他命A 它就是300% 那意思就是说政府这个卫生局所推荐的 这个是它的3倍 所以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你买维他命的时候 不要超 300%是最高极限 就是在高剂量的时候 对身体可能还有害处 对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吃这一个维生素 对 它的两颗的话 它的这个 是维他命A的 1万5千 1万5千个国际单位 OK 1万5千 OK 那么换句话说每天需要5千 每天是需要5千 那这里是1万5千 就是每天需要的变成3倍 这个已经是极限了 OK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讲 吃太多抗氧化剂不好的 是 这是极限 所以不要买超过这个 这种极限的 是 那同时呢 而且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每天吃维他命的 那个维生素的 都会那个受命 反而不好 对 所以你如果少吃一点 所以两颗是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吃一颗 一颗的话 就是150%了嘛 是 所以一定要懂得 那个看瓶子 对 那我们再看下面一张 对 下面一张 OK 一般也是讲刚刚的剂量 但你看最右下角的 两点的那个 那表示说 它的真正的 应该的剂量 到现在还没有确定 OK 这就是类别的形式 对 你看上面 比方说 Celenium 它是200个 Microgram 就是 一公克等于1000个Microgram 所以是200个Microgram 是每天的286% 对 换句话说 没有超过300 都可以 对 所以买的时候 第一要看瓶子 不要买高剂量的 第二呢 就是说 你要看它的Serving的单位 有的是一颗是这么多 它如果这样写 它如果说Serving Size是2 就表示 每两颗是这么多 那你就吃一颗的话 就减半 也就比较安全 这样子 对 然后呢 OK 这里讲维他命有两种 对不起 我们习惯了讲维他命 维他命 维生素 都是一样的 维生素 有两种 古时候 古时候叫 叫维生素 就是讲 称法不一样 上面你看是 脂溶性的是 融在油里面的 A 就是维生素A D跟E 它们是长期的 在身体里面 它在油脂里面 细胞的各方面 在油脂里面 OK 那么维生素A 下面的 是水溶性的 OK 所有的B B1 B2 B6 B 然后还有C 还有其他的 那几个 你可以看到的 可以叶酸 玉酸 这些是水溶性的 它可以 在身体里面 然后小便的时候 可以把它排掉 所以要常常 吃这些 那你所谓的 所以你看 脂溶性的 ADF 对我们下一张会讲 所以我们就要记得 保持多久 很重要 其他的都不要记 没关系 很重要的你要知道 脂溶性的 就是说一定要有油 才会吸收 这是第一点 OK 像维他命A 维他命D 维他命E 要有油才会吸收 第二点要知道的 就是说它们的排泄很慢 等一下下一张就会解释 那如果不是脂溶性的 就是水溶性嘛 那就很容易记了 所以水溶性的很多很多 你没有关系 你记不得没有关系 你只要记得 A跟D跟E 是脂溶性的 OK 然后我们就看下面一张 OK 它有什么区别 是 OK 它 事实上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OK 脂溶性的 可以出生在肝脏跟脂肪当中 OK 所以不容易从身体排出来 刚才讲过的 但是水溶性的 那要常常吃 因为它可以在血里面 所以小便就排出去了 当然你吃太多 也是增加肾脏的负担嘛 对不对 那么我们再回去再讲 比方说刚刚看的那张 水溶性的考你一下 Michelle 这个脂溶性的有哪三个 脂溶性的 A D E 对 通过了 你可以做主持人 哇 OK 所以刚刚你看 刚刚那个牌子 它写的 那个已经是普通的维他命了 并不是高剂量 都已经是300% OK 所以你看 如果你在 就是说 这就是你现在就知道说 吃的太多不好的原因 它就留在那里头 我再举一个例子 很多年以前 Anderson 曾经有过一个 这个实验 它就是为了预防 这个 比方说 头颈癌治完了以后 预防复发 它就给它吃维生素A 结果后来 那是个clinical trial 后来就发现 这个实验组 它的肺癌的数目就增加了 待会我们会讲抗氧化剂 OK 所以呢 所以吃多了是会有问题的 OK 那么所以我们就要记得 脂溶性的都不容易 那个 所以维他命不能吃太多的 维生素不能吃太多 那么还有你比方说 你常常吃完了以后 那个小便都变黄了 那就是水溶性的都排掉了嘛 OK 所以你也不希望增加这个 肾脏的负荷 所以补充剂是可以吃 少吃一点 不要吃太多 所以在您刚刚讲的 这个ADE 它会是脂溶性 会留在身体里面 不容易排出 比较不对 是针对这个维生素 这个补充剂 对不对 如果在食物里面就没有问题了 对 除非你是 除非你就是比方说胡萝卜 就是红萝卜 你靠着它吃饭 那就是还是有问题 OK 但是一般来讲 你的食物里面 不容易超分量的 OK 对 那么这个维生素A跟维生素E 这些还有C好几个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张 叫做抗氧化剂 叫抗氧化剂 那为什么我们知道说 吃多了会对身体会有害呢 那我们就要了解一下 什么叫抗氧化剂 对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自由基 自由基它有好处有坏处 好处你外面有细菌进来了 清了 自由基就可以去砂糖 嗯 但它坏处呢 很多慢性的疾病呢 是因为自由基损坏 我们的细胞组织 对 OK 那我来解释一下 举个例子 来解释一下自由基是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身体80%都是水分 OK 那么我们也知道说 为什么那个紫外线会造皮肤癌 为什么呢 就是紫外线是放射线嘛 嗯 它照射了我们的皮肤以后 我们的那个 这些细胞啊 表皮的细胞 80%是水分嘛 它就那个水分就是H2O 就分解了 分解成这个 一氧化氢 OK 那个就是自由基 跟OH 就是OH 就是OH radical 然后就是那个呢 就会伤害细胞 嗯 然后呢 就会细胞的这个因子 这个就会 基因就会突变 OK 但是呢 我们又不能没有自由基 嗯 就是说上帝给我们的东西 都是有道理的 嗯 就是因为我们身体里多多少少 有一些癌细胞啊 嗯 或者是有细菌啊 这些 要靠自由基 把它杀死 嗯 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太多了 就会造成伤害 是 对 所以又不能完全没有 所以你就不能够吃太多的这个 维生素 吃太多的这些抗氧化剂 都把它赶尽杀绝 哇 这个 这个拿捏 拿捏出这个分量很重要 所以 所以你如果吃天然食物 就没有这个 担心 是补充剂才有这个担心 嗯 那补充剂哪些呢 就是刚刚写的啦 像维他命C啊 像维他命E啊 还有β 这个胡萝卜素 嗯 那么很多人吃胡萝卜素 他是用来榨汁的 那个就会有问题 你如果跟着咸味一起吃 就没这个问题 嗯 对 再讲一遍 你说红萝卜 很多人他是去把它炸 炸汁就汁嘛 就喝那个红萝卜汁 对 这样子 对对对 那糖分又高 而且呢就是说 把那个咸味又都丢掉了 对对对 所以还是 吃 就是生的 而且是吃的whole food 整个的食物 不是要挑里面的这个汁子来吃 对 那现在不是以前 我们常常 不是以前啦 现在也都是很多人就 啊 觉得说打那个什么蔬果汁啊 或者炸那个汁 都不要 所有的汁都不可以 都不要 就是要吃全的whole food 除非你把那个渣子一起吃下去 所以我们是破壁 鸡是打整个打成泥 而不是炸汁的 OK 不是炸汁的 好的 OK 所以呢 那我们可能要稍微休息一下 是好的 然后呢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再听这个 陈康元医师和王林博士 跟我们有这么多精辟 而且新的一些知识 我们马上回来 光源社 1997年成立于休斯顿 协助震灾 关怀长辈 捐助冬衣 捐助学用品 癌友关怀网 提供防癌 致癌新知 关怀癌友 鼓励癌友 同走抗癌道路 特殊需要关怀中心 帮助需要特殊关怀的儿童 和青年 把欢笑带给他们 用心 用爱 关怀社区 光源社电话 713-988-4724 光源社也提供儿童医疗补助计划申请协助 只要您的孩童年龄在18岁以下 定居德州 是美国公民或持有绿卡 同时符合低收入标准 都可能符合儿童医疗补助计划 详情请洽光源社 光源社特殊需要关怀中心 特别为18岁以上青年提供学习成长环境 内容有生活 职能训练 体育活动 音乐舞蹈 艺术工艺等等 欢迎参加 查询电话713-988-4724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我们第三阶段的光源健康原地 我们今天讲的是维生营养素 请到的是陈康源医师和王立博士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刚刚已经给我们介绍了非常多的资讯 有关于维生素方面 那我们再请您继续 刚刚跟我讲一下这个话题 所以我们很快的就讲一下看这一张 把这个图放出来 对 这里是讲自由基到底有多少危害 把它讲得仔细一点 自由基并不是没有用处 OK 譬如你有细菌啊病毒进来的时候呢 自由基可以杀它或者有防御功能 OK 这个 但是呢 它自由基是好坏不分 它可以杀细菌 可以杀这外面的毒 但是呢也会伤 身体里面的自然的细胞 这就是为什么 所以就不能太多 对 要平衡才可以 平衡的 对 那所以呢我们看自由基太多 换句话说 自由基的来源很多 包括你如果喜欢吃炸薯条 喜欢吃烧烤 喜欢吃腊肉 或者是情绪很坏 或者是二手烟 很多很多的原因所造成 或吃垃圾食品这样 所造成的这些 它可能引起的一些问题 就是你的自由基太多了 对 在我这个年龄呢 最怕就是老得快 对 什么年龄都怕 OK 自由基 它可以伤我们 甚至细胞让我们老得快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下面更可怕的 可以产生癌症 它可以破坏它 对不对 然后呢 它也可以 有时候可以 清洗我们的肝脏 肌肉 这些器官 我们很怕几个 血管硬化 心脏的疾病 痛风 糖尿病 关节炎 白脸上 还有很多免疫系统的疾病 所以我们要注意 我们的自由基不能太多 对 所以我们要是需要吃 所以我们就看下面一张 我们是需要吃这个抗氧化剂 就是包括维他命A 维他命C 维他命E这些 不够也不可以 你看那个图 左边是不够也不可以 太多也不可以 所以是中间的摄入量 是要最佳状况 而最安全的方法 就是从植物里 从我们的食物里面吃 对 同时呢 要吃the whole food 就是整个的食物 不是挑里面的汁来吃 所以最好是蔬菜水果 多吃 对 然后呢 在你普通 就是你可以稍微补充一下 我们讲过了 低剂量的稍微补充一下 那么 那个 然后呢 在吃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注意一些 就是说 你是不是在节食啊 还有就是说 你是不是有正规的吃这个 所谓照着这个食物指南 所谓金字塔 或者我刚刚讲的那个盘子 是更简单了 对 或者有没有喝烟 抽烟啊 还有这个怀孕啊 还有是不是超过50岁 还有是不是正在用处方药 举一个例子 你如果做化疗这些 我们不要你吃 抗氧化剂 对 因为它会把我们的疗效 都取消了 OK 那么 所以呢 还有就是说 我们既然今天讲了这个 那个 那个 维生素 那么 我们以后会继续会讲 下次可以讲更多 比方说维生素A 维生素B 因为很多人吃很高 剂量的 很高剂量的维生素B 因为都觉得那是 stress tab 对 我们所以要特别讲一讲 但是今天呢 我们要特别讲 就是说 跟骨头有关的 对 我想可别是 那所谓的抗氧化剂 对 就是这些的 就是这个维生素 可以控制 对 维生素就是 维生素 那个我们再回去 控制自由剂 对 控制自由剂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要看这一张 就是 你看最下面 就是含有抗氧化剂的维生素 包括维生素C 像水果里面来的 维生素E 还有那个β 就是维他命A 对 这些 这些的来源有两个 OK 就是你的身体需要这个 OK 但是 过多就不行 但是你需要 这个去把过多的那个 就叫做抗氧化剂 把过多的自由剂把它 这个就是消灭掉 可是太多也不行 你不能够把所有的自由剂 都弄掉 因为自由剂也帮我们 杀掉我们身体里面的癌细胞 这些的 虽然太多会致癌 OK 太多会致癌 太少会这个 这就是我们刚刚看的 另外一个 这个就是这个 就是这张图 就是说 不够也不行 过多也不行 OK 过多就变成有毒性 举一个例子 你如果是 不是靠食物里面的 维他命A 你是只是口服的 然后你服了大量的 长期的 那你可能反而更容易有癌 就从前有过这样的 医癌测试 他用 那个时候 很多年以前 对抗氧化剂 不是这么了解 你记不记得有一阵子 很风行的吃抗氧化剂 对 那时候呢 也有一个医癌测试 就很快就很快的被close掉了 就是他用那个 那个 就是头颈癌的病人 治疗完了以后 然后我们去用这个抗氧化剂 来预防它复发 所以就给他们吃高剂量的维他命A 后来就发现这些人的肺癌变多了 后来就后来就 这个就不适用了 后来我们就会发现 就是说不够也不行 过多也不行 要适中 而最安全的方法 就是从食物里面来 就是在食物里面 吃多一点的这个 好像譬如说 说维他命C好了 我们说orange 或者吃这个grape fruit 这些 就不需要怕它的 对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自然的食物 第一 你的胃只有那么大 你只有吃那么多 是 对不对 那么你吞那个药片的话 高剂量 对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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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还算是低的 很多有的是百分之 差不多都有一千的多 所以要非常小心 要很小心 不要吃高剂量 高剂量好像就是好的 对 对 特别是常常人推销的 多半 像我们刚刚陈医师讲过 那个实验 就是发表在美国 美国医师学会杂志上的 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实验 就是说每天吃膳醇 OK 它用膳醇的原因是因为膳醇 是最普遍的 低剂量的维他命 但是每天吃 都它的寿命都短 对 比不吃的 而是吃正常这个饮食的 所以我一个礼拜吃一个两个 Centrum OK 不该每天吃 就是隔一天 隔一天吃一颗这样子 因为其实你的食物上面 都已经足够了 有了 因为你们吃得很小心 都算好了 所以也就没有太大的 举个例子 橘子要吃整个的橘子 不要把橘子的汁炸出来 对 然后把它的那个咸味丢掉 对 那些咸味的英文名字叫做 这个Prebiotic 就是益生源 益生源是胃养益生菌 益生菌是Probiotic 换句话说 你吃了Probiotic益生菌以后 你还得把它养活 就是靠这些咸味去养的 对 所以你一定要吃整个的食物 有那个咸味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说你如果只有这些汁的话 糖分太高 所以就是胡萝卜 要吃整个的胡萝卜 不能够把它炸汁 光喝那个胡萝卜汁 芹菜也是 芹菜的纤维要一起把它吃掉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打好 对 连那个纤维一起喝掉 对 对 不要把那个纤维和汁分开 对 所以像我们的话 都是什么东西都放 葡萄也放 蓝莓也放 什么都放一些 包括甜菜根 全部都打在一起 放个豆浆 放点豆浆进去 整个打在一起 还放一点黑芝麻 所以什么东西都有了 对 所以它就是我们非常注重的 就是说你看现在这一张幻灯 我们还是就是看那个盘子 就是要注意 就是要照着这个份量吃 对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就是 开始宣导的用这个盘子 不再用那个金字塔了 因为这个很容易记得 对 而且绿绿的部分很多 对 对 然后呢 所以我们剩下来的这一段时间 我们就要谈一谈 以后会谈其他的维生素 但今天我们剩下的时间 就特别讲这个造骨 跟骨头有关系的 对 骨骼非常重要 是 不但撑我们的支架 对 骨头里面的骨髓 还能够制造 红血球白血球 跟我们的免疫 有很大的用处 所以我们要把骨骼稍微讲 对 那他们这张图 那主要是讲 照骨的话 三个重要的 第一个要有足够的钙 OK 钙不能吃太多 OK 我们等一下讲怎么吃钙 然后呢 第三很重要 维他命D3 它可以把钙送到骨骼里面去 不但如此 它控制你的癌症什么的 我们等一下会特别讲 对 然后运动很重要 对 你一定要靠它 所以这个钙呢 就是说 我们先要讲 最好都是从食物里面来的 但是你如果要吃钙的补充剂 有学问的 我们现在开始讲 在食物里面 哪些食物 我们看一下 对 这一张 这一张 OK 你看 牛奶里面很多 那种白的菜 是最好的 最好的 最容易吸收的钙 是从牛奶 对 鱼 砂丁鱼 特别 它有小鱼的骨头 可以一起吃下去 很多的钙 对 我们现在说的不是中国人的那个小咸鱼 那个很 对健康非常不好的 那个 这是又提外话了 这个是说 美国人他们做的那种 就是说那个 沙丁鱼放在橄榄油里面的 对 不是 不是腌过的 对 没有放盐 那些去腌的 那个小的 腌的咸鱼的 很不卫生的 对健康不好的 OK 还有鱼鱼 就是英文是优格 OK 里面钙非常多 对 那很多人都不知道说 花椰菜 白菜 是充分很多的钙质的 你看 这些都是很多钙质 黄牙白菜 都很多的钙质的 那个 玻璃 菠菜 还有刚刚我们看到的 那个 大白菜 对 青钢菜 都是 青钢菜 对 都是很多的这个 对 那么还有 OK 这些鱼 很好 鲑鱼 这个鲑鱼 的那个好处是 它不但是这个有钙 同时它有大量的维他命D 等一下我们会特别讲D 那它的优氧 奥米加3 等一下会讲 然后你看 大豆 豆腐 毛豆 毛豆 这些都是 对 然后很多的坚果 对 一般讲 都是非常好的 对 它不但有钙 而且有很多的维他命D 对 还有就是CALCUM 跟D 这FORTIFIED 就是加了充钙 充钙的食物 OK 好 像这个坚果啦 总之这样 就是说 就要吃它没有 添加什么 没有加盐 没有加糖 就是 成的坚果 非常好 对 那么骨头是这样子 我们的骨头有成骨细胞 就是造骨细胞 也有破骨细胞 就是把骨头清掉的 有这两种细胞 对 那么我们年纪大了 慢慢大以后 为什么会骨质疏松呢 是因为造骨细胞越来越不活药 那所以呢 就是骨头一直被破掉 但是没有被造新的 那么一般来说呢 这个 比方说你有骨质疏松 然后医生给你吃药 或打针 它只是让你的这个破骨细胞 就是把旧骨头吃掉的 这个细胞呢 把它弄得迟钝 迟钝 迟钝 所以它就不破得那么厉害 但是你的骨头就变成不活药了 因为造骨细胞 都不活药 对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也不但要刺激这个 要缓慢 对 最重要还要造骨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讲下面一张 好 看怎么样造骨 对 所以绿茶 很好 OK 这个是 对不起 绿茶里面的茶多酚 OK 对我们的骨骼特别有好处 OK 它你看 可以增加造骨细胞的生成 所以它对我们的有特别有好处 OK 那么而且抑制破骨细胞 对 它这边两片是比较有分 两片比较有分量的那个研究 一个就是在2008年 它是发表在国际骨质疏松症的杂志上 是相当有权威的一个杂志 然后另外2013年又有一个就是 美国就是美国临床营养医学杂志 American Clinical Nutrition 这个杂志的 都是相当有分量的 所以可以多喝茶 那就是只有绿茶才有这种果效吗 还是说红茶啦 对这个来讲绿茶比较有效 主要是绿茶 对 红茶对心血管好 对 这是另外一种 是 那绿茶当然也抗癌了 那么如果说是要吃这个补充剂的话 那么一般来讲呢 就是说我们建议是不要超过1500个毫克 一天 一天 对 那么除非你有特别的原因 医生会给你用处方 处方的那种 对 那种钙是跟普通你这个 买的瓶子的钙不一样的 它那个是一种就是让你长期的可以吸收的那种 所以那个是题外化 就是你如果是一般人 你自己去买补充剂的话 OK 不要买超过1500 那陈医师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还有很重要的吃钙 OK 你吃钙的时候 晚上睡觉不要吃 早上起来的时候 或者是中午的 以后的时候吃 吃完以后呢 最好身体动 因为你钙如果吃进去以后 你身体动 当然用到全身的需要的地方去了 你如果不动的话 就怕这个钙累积在血管里面 对我们身体反而不好 是 他们现在发现钙太多 又没有运动的话 反而对心血管不好 好的 那么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不建议 那么你就算一天要吃到1500 像我只吃800 600到800 其他是从食物里面吃 像牛奶这些 那么就算你要吃补充剂的话 就算你要一天要吃1500 你每一次不要超过500 然后早上就吃 早上吃中午吃 你比方说 要分开来 对对对对 早上吃 举个例子像我吃的 好 那我们等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听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 关于钙 补充钙的 关于 骨质疏充这一方面的信息 好 我们马上回来 谢谢 光颜社 1997年成立于休士顿 协助赈灾 关怀长辈 捐助冬衣 捐助学用品 癌友关怀网 提供防癌 致癌新知 关怀癌友 鼓励癌友 同走抗癌道路 特殊需要关怀中心 帮助需要特殊关怀之儿童 与青年 把欢笑带给他们 用心用爱 关怀社区 光颜社电话713-988-472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您年满40至64岁 低收入 没有保险 过去三年没有做过乳癌摄影 将符合免费乳癌摄影资格 有保险的妇女朋友 我们也可以协助您向保险公司申请一年一次的免费乳癌摄影检查 详情请洽光颜社 光颜社特殊需要关怀中心 特别为18岁以上青年提供学习成长环境 内容有生活 职能训练 体育活动 音乐舞蹈 艺术工艺等等 欢迎参加查询电话713-988-4724 欢迎您回来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到维生营养素 请到的是陈康妍医师和王林博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刚刚是讲到了所谓的照顾的三个要素 有这个好像是钙还有维他命D3还要多运动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钙的补充 麻烦您可以再跟我们做一些更多 所以我们再回去再看那个 就是说一次也不要超过500个毫克 举一个例子 像我吃的我属于那种叫petite 就是小颗一点比较容易吞 那么我一天是吃600个毫克 那么我买的那个呢 它的serving size是2 就是分量是2 那所以呢 你要吃两颗 就是一颗的话只有200 对 它如果是2的话就是400 所以我如果一天要吃600的话 我就是变成早上吃两颗 中午吃一颗 所以你要用数学来算一算 是 是 就是说你一定像我们 所以我教大家看那个瓶子嘛 serving size如果是2 很多人不知道他看了说 这是500个毫克的钙 他就以为他吃一片就是500了 一片事实上只有250 如果serving size是2 是2的话 这是第一点 还有呢 对不起 现在我有看到有那个钙 那种 那种 对 那个 那个是就是说 至于它会慢慢的 release出来 所以那个就是给它 但是吃足 会这样好吗 对 Slow release 是这样 它那个药商做的时候 它是用一种东西把它粘合在一起 只是让它慢慢的融化 所以吃这些一片一片 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它不融化 所以东西是越普通越好 对 它现在商人有的时候就是让我们 给我们懒人 懒人就 所以现在人就越来越不健康嘛 对 那么所以啊 就是 然后呢 它 要 钙呢 是需要胃酸 才能够吸收 所以你如果是买的是那个 柠檬酸钙 我刚刚换灯上有叫 calcium citrate 这是一个成分 就是这个 有碳酸钙 柠檬酸钙 柠檬酸钙呢 就是你吃了不需要食物也可以吸收的 OK 那么 但是呢 一定要运动 OK 我跟你讲我怎么吃钙片 就是如果是普通的钙片 我把它切了小片 OK 然后几次慢慢吃 吃钙变的时候 你身体要动来动去 OK 不要说睡觉前吃 对 绝对不要在晚上吃钙 OK 都沉淀下来了 对 然后呢 还要有D3 我们现在看下面一个 这个D3呢 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对它特别的了解 这个D3呢 就是说 当你有这个照的这个紫外线 就是阳光嘛 阳光以后呢 它就照在你的皮肤上 照在你的皮肤上以后呢 经过肝脏 然后经过肾脏 就转换 被我们的身体会吸收 那么 我们看这张图的右边 就是你不能照太多太阳嘛 太多太阳对皮肤也不好 对不对 那你如果弄了那个防晒 就是Sunscreen Sunblock以后呢 又都照不了 对对对 所以呢 一般人来讲 现在你如果抽血 一般的大众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 都是D3不够的 像我们两个去抽血 我是够了 他是不够的 后来就特别注意了 所以呢 我们要注意从食物里面 很多的食物 在右边有写 比方说 我们刚刚讲的Salmon 那个三文鱼 还有这些鱼类 还有高油脂的鱼类 还有呢 就是像这个 强化橙汁 就是说 它把橘子汁里面放了 加了 冲加低的 我并不赞成这个 虽然这是一个来源 因为糖分太多 OK 我们吃整个的橘子 OK 那么还有呢 其他的东西 像香菇啊什么 里面都有很好的 维他命D的 就是那种 那个磨 磨菇 磨菇 就是那个 新鲜的超市买到的 那个 磨菇的那个Mushroom OK 像有扣一样 有白色的或者是 白色的那样子 那还有就是吃这个 Supplement 补充 补充剂 对 补充剂 补充剂也是一样的 比方说 我那个 早上 我补800 就是你的盖里面 已经有了 OK 这个是另外在补充的 OK 也是早上跟中午 不要到晚上 对不起 你刚刚讲说 你早上补800 是什么意思 800 800 个International Unit OK 盖 因为我是 对 因为我是癌症 survivor 我等一下还会特别讲 这个是还可以防癌的 OK 我特别要讲 下面一张幻灯片 以后就会讲 OK 那个 就是 我买的是很低剂量的 每一小颗只有400个IU International 400个单位 所以我吃两颗就是800 然后中午再吃一颗 那就是1200 那一天不要超过2000 所以我食物里面还有嘛 对不对 那我就特别再讲这个 再讲一下 就是 然后呢 它就经过 我们看下面一张 就是说你这些吃进去的啦 或者皮肤晒啦 或者吃进去这些 经过这个 这些吃进去的 经过肝脏肾脏以后呢 然后呢 还要有甲状腺 甲状腺 那个 内分泌 还要有磷酸盐的 这个 这些 然后呢 让它 才能够吸收 吸收呢 经过肠子吸收 同时你还要运动 才可以把它到这个骨头里去 OK 所以是很复杂的 还要晒太阳 对 但是晒太阳不要晒太多 所以要从食物里面 很多人不知道从食物里面 OK 所以从食物里面 吸取的钙质就 就 晒不晒太阳无所谓 对 但是如果你要吃钙片 就是这个维生素的钙片 里面 里面也有D3 也有D3的 那个就一定要晒太阳 不是 也不是 都是单独的 对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的人太缺低了 就是你吃的 那个 和这个钙 钙里面已经有的都还不够 还要另外再补 再补 再补D 再补D3 对 因为D3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在看 这个D3重要到什么程度 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 你今天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这一章要记得 哈哈 每一个人 我不是说只有你 好的 就是说你看 你可以从牛奶里面 你可以从阳光 还有你也可以从这个 高脂肪的鱼类 像Salmon 对不对 这些你得到维他命D 对不对 D 然后呢经过肝脏 经过肾脏 对不对 OK 那你就会吸收了嘛 吸收以后会 让你的这个肌肉骨骼 都变得比较健康 不但如此 你看下面还有一些功能 它会这个 调节细胞的生长 就是regulate cell growth 所以它可以预防癌症 所以癌症的病毒 我们一定要它每天至少要 就是说每天要2000个IU 像我是癌症病毒 这就是为什么我还要补充1200 那么维他命D呢 是油溶性的 太多也会有这个副作用 OK 那所以包括比方说头痛这样 所以呢也不能太多 但是只要在2000之内都没有问题 所以您除了吃这个钙片 然后另外还在补充 维他命D3 对 那现在有一些的钙片 是已经有D3 那也不够 不够 因为你去看一看 它那个也差不多 不会超过1000的 差不多800 对 这就是为什么像我的里面 就有800 所以我再吃1200 我就有2000了 对 OK 然后呢它还会 所以我们再看那张幻灯片 它Regulate cell growth 就是调节生长的这个细胞生长 所以可以预防癌症 同时呢它还可以调节免疫功能 Regulate your immune system 调节免疫功能 同时呢它还调节血压 同时它还调节胰岛素 胰岛素太多也是致癌 胰岛素太多 会让你的肝脏分泌太多的生长激素素出出癌 所以它也就可以防癌 同时呢还可以防止预防心脏病 糖尿病 所以D3一定要够 那么D3很容易厌 就是抽血 所以你一定要叫你的家庭科医生抽血 对 你看像陈医师看起来这么健康 但是他抽了血以后D3不够 那他也是一个很 不是一天到晚闷在屋子里的人 一般的人现在D3都不够 所以要特别的补充 D3还有一个好处 刚刚没讲的 对大脑好 对大脑好 老化变慢 OK 所以这是对我非常重要 对 为什么 防止老年痴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对心血管好 它对微血管好嘛 微血管流畅的话 就不容易 大脑就好 好的 OK 我们非常感谢陈康炎医师 和王林博士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给我们介绍这么多 有关于维生素的资讯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 是每一个月的第一和第三个礼拜二 七点半到八点半 在这个频道与您见面 我们下一次的时间是在八月七号 那祝你们每一个人都健康 愿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 谢谢我们下次再见 OK 谢谢二位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